Hello, 大家好, 我是C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 原本今天比较无聊 其他新闻也没有, 公主道那件事也说了 但是河马突然在中环王后像广场直播 原本又是很无聊, 又是不断在播别人的录音 播播播播, 三四十分钟之后 同人发生冲突, 很多人围着河马去骂 河马最后还要报警 整件事相当过瘾, 慢慢跟大家说一说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以及记得按隔离的钟仔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 河马能够在港岛的皇后像广场 表示他又在内地回来 因为昨天晚上, 他就在内地的酒店直播 如果用东铁线去计算的话 那罗湖站现在开通了 直接可以铲到金钟 有时候都很佩服他们 人生可以拿这么多时间出来搭车 但是, 其实他们去中环为什么呢? 虽然你说中环金钟那边有发援 但是今天星期六 其实他去金钟中环是没有任何意思的 因为政府计算星期六天都不开 所以, 完全不明白 你有什么有因? 就是说, 愿意让你坐多一个小时的车 走下去拍片? 你说阿伯, 他两元乘搭车去哪里都没所谓 但是, 河马不知他有没有偷鸡用掌者飞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他乘搭车的成本也挺高的 例如说, 我黄大仙乘搭地铁火车上去罗湖 都要五十多元, 内回成够水 如果你还要算金钟上去的话, 那你就会更远 例如说, 黄大仙去金钟, 一程也十多元 虽然你两程加起来就不是这样的 但是, 他们每天只乘搭车, 只计河马那份 那你又要去到罗湖, 又不知道要不需要转车 他起码每天用百多元去乘搭车 你想想, 如果他永久地到处走 他只是交通都花三千 如果计算食饭, 酒店的租 他的洗肺, 一般打工仔, 你都应付不来 好了, 说回直播时 直播时, 他在公园里找椅子 又是手提电脑 然后, 和阿伯在播放 播放时, 河马不出声 然后, 他的收音和咪咪也不漂亮 令他听传播的录音, 就算有心想听也好 也听得不太好 好了, 接着, 让保安赶走 保安赶紧有礼貌 跟他说, 不好意思, 这里不能直播 河马见到别人, 穿着工作衣服 而且, 礼貌也可以 而且, 保安不是香港, 也不是国内人 是一些懂得广东话的 可能是南亚裔人士 即是我们所说的一些非华裔人士 其实, 在港岛区 他们会被人请做保安 是挺常见的 但是, 你说在九龙 而且, 在新界比较少见的 因为, 始终港岛区 就比较华洋混习 所以, 有些地方喜欢请非华裔人士 做保安 第一, 贪他们够健碩 第二, 又懂英文 又懂广东话 甚至乎有些是说 可能一些尼泊尔话 一些非华裔人士都懂 所以, 请这些保安 而且, 大家都知道 河马很害怕南亚人 怕人不知怎样 所以, 但凡见到你不是华人面红 河马就特别容易复远 而且, 人家也正常有礼貌 就说 不好意思, 麻烦你离开 不可以直播, 不好意思 但是, 河马一起床 就去发牢骚 就说 黑粉, 找保安搞我 那些保安就没什么 仍然嬉皮笑念 不好意思, 叫他走 因为, 毕竟对保安来说 只是假工作而已 就算你说, 我很讨厌你 我知道你是谁 也好 总不可能是为了这些人 而令自己失去工作 而且, 对于南亚人来说 可能真的不知道 哪个河马 只见到有个人 妈妈把人摇天上 喘口 Pizza 不知多说什么 毕竟河马继续混л 等会被保安上乌 下钱中那些消息 香港人所见到的时候 就开始圍住 AMY 然后有人带头爆粗骂他们两个 即是可白和何太 然后一旦你有冲突 一旦有争执 一旦你大声 香港人就会立即看过去 甚至走过去看 越来越多人走过去 围着过去的时候就发现 原来那个是河马 结果骂河马的声音 原本就由一把声 变得越来越多 甚至变成了十几个人围着河马 有些人就没出声 但也很明显是拿着手机去拍 有些人就走后几步去骂河马 其实这里有一个群众心理学的东西 是很有趣的 平时河马出街 为什么唯独是 今次会被十几个人围着去骂他呢? 河马平时出街都有人拍他的照 他平时搭地铁、搭巴士 又或者去荃湾买菜 都是会被人不停看着 然后拍照 甚至乎跟着他 但是为什么今次会有十几个人围着他来骂呢? 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因为有一个人 不知道他什么原因 可能是性格问题 可能是他真的很认真河马 由于有第一个人站出来去骂河马 大家都知道 香港人很多心态都是觉得 想旁观想看电影 永远都不想做出头了的 大家明明很认真他 但是没有勇气去骂他 不要说大家了 如果是我也好 如果有人做出头了的话 可能我会围观 但是我自己一个人 会否敢单拖过去骂他呢? 老实说 我就不会的 总之有人做出头了之后 其他人都跟着一起去骂 还有就是说 一旦有出头了 你之后再去骂河马 你的心理负担小很多 还有 当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意识到 大家就算不是自己有也好 起码大家对着河马态度都一样 所以就不担心 就是说 我骂完河马之后 会有些徒人给心理压力我 没有这回事的 所以一旦一个人开始之后 一传十、十传百 十几个人围着河马 平时没有人站出来骂他们的时候 大家沉默地看着这两个人 接着这两个人还很得戳地说 黑粉被我的霸气震着 他们不敢骂我 不过当然 站在我立场来说 我也不鼓励就是说 在街上看到他们就去爆粗 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文明人来的 我纯粹解释现象给大家 还有今次这个直播 即是由河马未被人骂到被人骂到报警 整件事都有人录下 所以到将来的时候 大家都会知道 原来河马是曾经被人在街上骂过的 其他人看了这些片 我们又拍片去宣传的时候 就会给了越来越多的徒人有勇气 所以到其时今天骂完之后 之后河马 无论去全班也好 去屯门也好 甚至乎乘坐车准备过关也好 但凡被人认得出 都会越来越多人 有第一股勇气去骂他 自从一开头之后 他将来到哪里会被人围着骂 都会变成家常便饭 然后随着越来越多人 去围着河马骂 然后气氛越来越好 河马就说 报警!报警!老公!报警!报警! 很多黑粉!报警! 最后就打三条狗 你打三条狗 不是一开始是警察跟你说的 是有个接线身 然后你要跟人说 究竟是警察 白车还是消防 你要找谁帮忙呢? 听着河马骂怎么报警 但河马骂似乎 连一个正常的说话能力都没有 例如说 可以去清晰交代自己需要警察 为什么? 因为嘟嘟嘟 然后我在哪里 嘟嘟嘟 这些他全部都做不到 即是他很粗匹地说 我要报警 现在有十几个人围着我 我很害怕 然后在哪里 他一开始是说 连一个正常地址都说不出 他说什么? 我在皇后码头公园 即是批爆头 不知道他说什么 然后说了几次才能够说到 我在皇后像公园 其实正常 你一个人真的报警的话 例如我作个地址出来 我要报警 我这里是奉德村 代奉留留下的公园 现在被十几个人围着我 很害怕 希望你派警员过来 去拯救我 但是河马那些 很有趣 他有空就说 在皇后码头公园 然后在皇后像公园 然后在皇后公园 不过我相信 摘线身 他们受过专业训练 就会听的 好了 你报警 或者叫把车都好 别人都会问你 你是谁 你是怎么称呼 河马就在报案电话里面说 我是河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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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太 通常如果你是报警 别人问你叫什么名字 你不会说自己看名字 我去报警 我叫白车的时候 难道我说 我师姑正 我正仔 你不认识我 我不会这么说 除非你说 我很出名 我成龙 你说我是成龙 Jackie Chan 那就OK 但你以为自己是谁 我是河太 我是河太 我是河八个河太 就想着达朵 就是说 别人知道你是河太 就会加急派警员 派上飞虎 派上重案来 帮你抓人 好吗 完全不明白 河马这种 好像达朵的心态 而且 你和一个接线身 去达朵 有什么意思呢 不过 这里可以看得出 河马是有戒心的 她是不想被人知道她的全名 究竟是叶什么 虽然大家都有很多途径知道 而且有一件事很过人 自从她报警后 不知道是收得不好 还是现场太吵 所以她的电话 随时是别人那边 会打电话给她 接着 黑粉很聪明 知道这段时间 河马正在用电话 而且 接下来的电话 她全部都要听 因为她不知道是否警方打给她 和她落实 究竟你是谁 我找人来找你 与此同时 有很多黑粉 打电话去骚扰河马 平时河马肯定很酷 不听电话 但现在 你又被迫要听 因为全部陌生电话 虽然你知二九成是黑粉打给你 但总会有一个是警察打给你 所以她就迫要听 迫要被人骂 还有 随时会骚扰 几十个网民打给她 随时警察都联络她 不过 最后警察是顺利找到河马 但是 见着河马的电话给人玩 见着河马 成败气急地听着这些电话 接着听完一个又收线 又说 黑粉在这里搞我 还有在旁一边 可白没有出镜 但是 听着她和另一个人 大家在用粗口对骂 不过 内容很低劣 纯粹小学鸡 吵架 完全没有内涵 也不是说 能够串到别人拍一拍 单纯 不断放大粗口去说 河马以为她的镜头是照妖镜 一照黑粉就会害怕 甚至乎 是录上一个骂她的女士的样子 不过 那个中年的女士 她又戴着口罩 而且 她对着镜头都很淡定 她就说 我不害怕 我站在这里没所谓 因为正常香港人 都会支持这个戴着口罩的女士 对不对 这么有勇气 第一个去骂河马 这个值得抵赞 而且她们吵架当中 也有一件事很有意思 她们都密认了 动口不动手这个规矩 甚至乎 白就说 来呀!你来碰我呀! 有种你来碰我呀! 河马也提醒 河白就说 不要跟这些人撒气 不要碰她 那些黑粉 最后大家都没有什么身体碰撞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法例就是这样 其他地方不知道 总之 谁一动手 真的很大理由 啥 首先 这是很差的 而且 你骂河马 如果你用手指指的 刺一下 河马每个人 会随时表现 开始 带回船跺下楼梯,要去验箱 然后一定会扯着警察 我要告他,我要告这个黑粉 所以大家如果有恨生活当中遇到河马的话 动嘴可以,但千万不要动手 因为河马这些寄生虫 一旦和他有什么瓜葛的话 他一定会尝试在别人身上招钱 例如他原本有五十肩 追监盘突出 座骨神经痛,其他更年期的症状 都会冤枉你 因为你碰我,所以我全身不舒服 血压高,血糖高那些 都是你弄到我这样的 我要告他,赔回我一百万,一千万 虽然知道一定赔不到 但无谓就是让这些垃圾纏着自己 而且在警察还未来的时候 河马就不知为何急着下播 其实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正义 而你真的觉得自己没问题的话 为什么不急呢 等到警察真的过来的时候 你才下播 甚至乎就是说 只要你的镜头不是拍着警察就可以了 照样收音去录播 不知道河马他怕些什么 到最后 亦有人拍到河马是有和警察说话的 有两三个警察围着河马 但不见是有些人被警察控制住 所以这些在街上吵架 就算是不是河马也好 你报警 例如两个老婆 然后你报警的话 都不会立到什么案子 你纯粹就是互相骂 警方是说 分开了两个人叫你们 走啦散啦 这件事就没有了 如果河马是很坚持 不但我觉得警察一定要做事的话 那随时河马就玩回自己 因为通常这些 根本没有案没有案子 但你又扭着要说成的话 那河马你跟我回警局 去中区警署 下两三个小时口供 之后再通知你 究竟我们能否捉到人 哪怕就算捉到人也好 有没有案子 有没有罪案发生 有没有违反了哪条罪 所以大家要知道 在街上这样吵架 其实就真的不需要担心 报警找警察 因为其实是没有什么罪 构成不了犯罪 没有什么事 当然 动了手 另外一回事 河马就以为 自己叫报警 吓到人 没所谓 那你就继续搞事 累积多些香港人的仇恨 你今天在中环被人骂 你迟些去到屯门 你也是那一夜的 你自从有些事 衰过一次之后 无限次就会贴着照片 就算你说两三年之后 这件事没了热度 我们不再说也好 你一被人认得出 你也是会继续被人抓住去骂 还有大家今晚又要做下任务 留意一下 究竟今晚河马开不开直播 如果今晚河马开直播的话 就叫做放过他 但如果他不开直播的话 我们没办法确定他上了深圳的话 到时不要怪人 清田村有人敲门找你 我们这些良好市民 担心你和阿伯屈蛇 我们很珍惜政府资源 所以他们是惨的 他们现在报警 可能6点多的时候 然后又要铲上深圳 中环金钟铲上去 又要等很久的车 而且都不知道他们等车 因为他们没可能的士上去 很贵的嘛 他们坐火车上去 真的随时全程都被人围着 闹都没顶 到时又要烦卖港铁的职员 就说 哎呀停了架车 为了河马停了架车 到时河马就成为千古罪人了 还有在河马直播里面 也有一个趣事 阿伯不小心爆了河马另外一个电话号码 因为河马现在几台手机 他有几个电话号码是不奇怪的 其中有一个号码 他之前就贴过二维码 想找水鱼捐钱给他的时候 不小心就爆了出来 然后现在的新号码 也都被阿伯爆了出来 因为你有时去报警 你都要去复述一下 你的电话是多少号 别人再怎么找你 这一件事你不要说阿伯 可能其他人都未必怀疑 哎呀老婆仔 不小心又爆了你的私人电话号码出来 那些黑粉已经听到了 所以他们的电话号码肯定又有很多人招呼 不过不要紧要啦 他们这么多钱 你需要一张电话卡 你就再买多一张 对不对 又或者就是说 如果你受不了黑粉打给你的 就不要上网了 再不是自己都可以去报案室报警 那又下两三个小时口供 然后就看看 那些什么打电话 骚扰自己的人 警察拘不拘捕了 反正现在电话卡 实名制了 可能顺便还可以拘捕那些微信骗徒 何马这么喜欢报警 一定要给何马一条龙服务 就不要说整天只是报警就算了 你报警 你应该要尽回公民责任 回去警署下口供 最好每次都浪费三个小时下口供 让你报警报得这么过瘾啦 是不是 再不是的 不要紧要 何马你回到内地的时候 你报公安咯 打112咯 说自己被人欺负咯 是不是 还有何马的直播 还有一个搞笑话 他就说 特别被人赶走的时候 就是 我有见特首 特首应该要处理黑粉 我迟早就要跟特首说话 你们的黑粉就怎样怎样 他明明就是说 当时说要见习主席 然后他也帮自己搞到一锅谱 然后他把口供仍然不懂得收 中国不行 就说香港吧 不过他也叫做醒目了 他知道 香港的 即是说见特首这个 任意人都可以说 没有什么 这么大的反誓 但是 你何马凭什么去见特首先 你拿了奥运金牌没有 有没有拿好市民奖 昨天公主导有没有帮忙停车 你什么都没有 你凭什么见特首呢 何马的思维很有趣 在他脑里 他真的觉得人人平等 完全是不觉得 这个世界有些人 时间一定比他宝贵 他觉得 总之你们所有人 都是跟我一样 我是废青 我是一个废中年 人家总会有很多时间浪费 可以和自己见面 你不要说特首 不要说罗淑佩 你连一个高级少少的房处主任 你这一世都未必有机会见到 是不是 这么想见 将来让你见法官 将来让你见诚教人员 好吗 我想何马这一世能够见到最高级的人 应该就是说 他日他不知失败了什么 如果他被判刑的时候 他能够亲眼见到的那个法官 应该是他这一世能够见到最高级的人 还有香港人一向都有自由 你想去见特首就加油 你就用自己的方法去见特首 何马一向都很喜欢游行示威 你就自己想方法 看看游行示威能否争取见特首的机会 再不是的 你知道特首在哪里上班 这个公开叫做天马 那又是中环那边 看看保安能否让你进去 如果保安不让你进去 然后你又承白气急扯着哈就说 报警!我有报警! 保安是黑粉来的 不让我这些小市民去见特首 各位观众 不是我不见特首 是黑粉阻止我见特首 何马你自己加油 而且我也很期待 由今天开始 何马一定是每天都会被人围着骂的时候 究竟他会怎样去应对这种生活 毕竟就是说 他以为自己众星捧月 他以为 十几个人围着自己 撑着付钱自己 这个一块水我支持你 很喜欢看你直播 你直播很幽默 真是笑死人了 甚至乎我在想 有时候 有些人醉酒闹事 都是警察会去处理的 最后 警察就会叫白车 然后在白车那里 就会绑着这些人 叫做约束着 将他们送到急诊室 然后 急诊室的医生 就会根据他专业的医学判断 可以去将这些 叫做 精神混乱的人 就可以送入 葵冲医院 不知道 如果何马他经常就是 我要报警 拉完黑粉 拉完黑粉 警察你不拉黑粉 我要见邓炳强去捕你的时候 究竟将来 他会不会 就是说 情绪过分激动 再加上他那些 天真的妄想 从而 是被人发现 原来他可能 一直都有些病的 现在 情绪这么失控 还说要见特首 可能真的要送去医院 去吃药 去接受一个 长期的禁锢式治疗 很期待 何马会有这一天 因为毕竟 究竟他有没有这方面的疾病 都可能有 如果不是他 为什么需要去那天 那个药房 拿药 这些人 一旦他被人报警 而且又真是 他当时情绪失控 被人送入 那些地方的机会 真是不小的 不知道何马 什么时候会失控 甚至乎 就是说 去骂警察 因为 他很喜欢骂警察 做黑警 可能随时 他转头回到内地直播 大骂香港警察 就说 那三个香港警察 黑粉 对我 对八个态度 很坏 就是因为 他们的黑粉 互相包庇 所以 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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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都放走了 如果何马又说这些话 到时又可以捉多他一个痛脚 这个 拭目以待 本身以为没什么要说 但他自己又骂出多个新的话题 让大家开心开心 期待下 相信 接二连三 陆续有来 还有 不好意思 喉咙又有点问题 好 就这样 拜拜